2005年3月,陈一迅签约环球公司,随即推出了全新的粤语专辑U87。 这张专辑不仅赢得了专业音乐人的高度肯定,更成为香港年度粤语非精选专辑的销售冠军。 而之后推出的国语歌曲《爱情转移》,更是在《华语乐坛》再次掀起意识情歌的热潮。 从22岁投身乐坛开始,历经十年多的打拼与成长,已过儿历之年的陈一迅,终于迎来了香港新一代天王的头衔。 随着声明的与日俱增,一些困扰和苦恼也分随而至。 在陈一迅看来,这或许是源于自己的无心之事,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心之口快。 而面对这些来自娱乐圈的纷纷扰扰,如今的陈一迅,已能淡然面对。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翻译。 完成了所谓的理想,放纵了情绪的泛滥。 看多流感,天都未凉,然后怎样。 拥有了旅行的空档,拥有了旅行的空档,却已是流浪的背囊。 沿着轨道,一直流浪,然后怎样。 余游戏过湾,有什么打算? 余游戏过湾,有什么打算? 走过一个天堂,找一个方向。 余游戏过湾,谁在催我成长,让我失去迷途的胆量。 我怕谁失望,我为谁而忙? 我最初只贪玩,为何变负担? 为何我的问题,总得等待别人的答案? 我的快乐时代长蓝,才领悟代价多高昂。 不能满足,不能满足,不敢停战,然后怎样。 好听,好听。 我觉得那个歌词写得非常好。 尤其是那句,我最初只贪玩,为何变负担? 我这么多年,我刚刚进行的时候没有想当歌手,只想贪玩。 为什么后来有什么,因为我讲话比较直, 结果后来发生了很多麻烦,很多负担这样子。 为什么我的问题总得等待别人的答案? 其实我觉得做这个行业可能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都希望说,要蛮重视其他人怎么看自己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灵溪厉害的地方就是说, 她写到我的心里话,但是也能写到大家的心里话。 所以真的非常谢谢她。 其实每个人就只能做自己。 就还是做自己。 对。 对吧。 你现在在香港,平常上街什么的会不方便吗? 会有很多娱乐记者跟着你吗? 看哪一区吧。 我喜欢去。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住在那个跑马蒂。 然后跑马蒂狗仔队是很多的。 他们要拍的,就不要拍得那么近。 就不要闪到那个眼睛。 不要在我面前这样闪就好了。 其实现在我跟他们, 因为其实我都有跟他们有关系不好, 关系好的时候。 那现在其实是算挺好的。 因为我也理解到他们, 其实有些时候也很辛苦。 他们只是工作。 因为有采访的记者, 也有编辑部的记者。 他们两帮人有些时候不协调的。 采访可能就拍到一个照片, 然后编辑的就可能自己写一些东西。 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反正我也希望说大家喜欢我的, 欣赏我的, 是因为我跟一般很有心的音乐人做的, 就出来的作品。 不是说你现在每天都在报纸看到你, 人气很旺盛就。 我觉得那个是很虚无的。 那个不重要。 反正他要拍就拍, 不要拍完。 其实现在是这样子的。 如果有狗仔队看到我, 我其实没有很在意的。 我可能看到, 在拍我。 他就拍拍拍拍拍, 拍完之后, 其实他就看了。 在看我的时候, 我就这样子。 然后他也。 彼此心照不屈。 因为他已经可以下班了。 他拍到他要拍的东西。 拍了, OK,好。 成功了,知道了。 心照了,就是这样子。 。 不错。 在演唱幅里面, 我们在演唱幅里面, 我们在演唱幅里面。 我阿嬷 在很多场合 陈一迅都会出现不拘小节的一幕 或是搞怪 又或者是性格释然 而无论怎样 在很多人眼里 这些行为都成为了陈一迅的魅力之一 成为了一种陈一迅式的特色标签 你生活中也是这个样子吗 没有那些衣服 但你也会这样子 这样子很累 现在那个时候比较年轻一点 当然我是人来风 说你生活中几个很重要的人呗 先说你的哥们 你知道什么叫哥们吗 哥们 知道什么意思 好朋友 说你哥们呗 我的哥们 谢霆锋 谢霆锋 那个药嘛 谢霆锋 太烫了 你也知道啊 这个 他很生气吧 他是不是很生气 没有啊 他 其实你知道 他其实是一下很搞笑的 你看他爸爸的 以前的那种 我们叫粤语 粤语残片 长片 长片 对啊 其实是很有 很有幽默感的一个 一个角色 你看谢霆 谢霆锋 永远是这样嘛 现在很 哦 他爸 他爸超酷那个样子 对 很酷 而且是很很很 特有心的那样 对对对 但是他以前拍的片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 谢霆锋 其实有他的那个 那个DNA的 其实他 他平常 他平常不是那种 这动作 动作不会很多嘛 就是 你 你问他一些很无聊 就是这样 对对对 他有这个表情 对对对 其实你知道 他试一下就是 本来就是 这就是转过那个 他就是这样子 不要这样说 就由他 由他这样子 由他就 就不要笑 不要笑 其实你笑 你也不会影响到他 他会继续这样子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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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 啊 我觉得他 他 心里好啊 嗯 我跟他 对啊 很久了 认真很久 还有梁汉文吧 梁汉文 梁汉文 还有苏永康 你们几个在一起 谁被别人捉弄得比较厉害的 就是整他 对啊 一般都整谁 你们 嗯 谢霖峰啊 哈哈 就不用整啊 他就 他是那种会 比如说 呃 我们在家 呃 可能就聚 聚会 有聚会啊 聊天 然后他进来的时候 就会按门铃嘛 按门铃 我们一开门 他就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就就不用整 要摆个 摆个造型的 就不用整啊 就就 本身就是一个 就 我们觉得 哈哈哈哈 他就是很爱 逗 哈哈哈哈 这首对陈一迅 有着重要意义的 与我常在 也正是他的爱情写照 1996年 就在陈一迅 刚刚以新人身份 踏入香港乐坛时 一个勇然的机会 他结识了 已经在影坛 颇有名气的徐浩尹 一向我心我素的陈一迅 对待爱情的态度 也同样 坦白直率 不顾他人眼光 大胆公开的恋情 直到今天 无论事业和生活的道路 是平坦还是曲折 陈一迅的身边 始终常在的 是徐浩尹 陪伴支持的身影 在相处的十多年间 陈一迅和徐浩尹的生活 看似平淡田径 但两人早已学会把浪漫 引入到生活的点滴之中 陈一迅和徐浩尹的生活的 你们在一起浪漫吗 不是那种典型那种童话的浪漫 对我来说 现在的浪漫就加上 嫁了一个人 跟女人 就一家人一起做 我自己觉得很浪漫 那你做过最浪漫的事 为他做的是什么 他那个时候还当艺人 其实他现在不算是艺人 但是他还当艺人的时候 他有一个机会去走猫步 就是走一个有一个show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突然给他一个支持 然后就买了一束花 就不管了 那个时候也不管记者什么什么 就直接进去到他房间给他 就个show 然后我就走了 然后呢 然后他听说他也蛮开心的 不是花 送完花以后呢 走了 因为他要工作嘛 其实他没有遇到 预计到我 我会 没有预期到我会去这样子 不是我等着听最浪漫的事 你好歹还得有点别的 比如说拥抱什么之类都没有 没有 没有 就是淡淡的那种 好 也算浪漫 那他为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或最让你感动的事情 就是我在台湾受伤 受伤之后 我一张开眼 他已经在床边 他做那些叫什么 那个 那么晚已经没有飞机了 就客机没有了 他就找朋友 说买一个 就是做那种运货的那种飞机来台湾 你睁眼看到他 你哭了吗 没有啊 我那个时候 但特感动 我打针了 对对对 打了麻痹 对对对 我说 老婆 没有那个女朋友 那个时候 好痛哦 我那个时候还是 都会迷迷的 要做手术啊 好好好 好 签了 可以了 可以了 进去 我真的那个时候是很 因为太痛了 我就打了几针 结果就 是这样晕倒的 我的朋友都说 很好笑 我说为什么不给我拍照 他们没有拍照 当然 谁想到救你的时候还拍照 我想 Eason摆个姿势摆个姿势 没有就是打完针之后 我是这样 如果比就我是清醒的那个 我一定会给我朋友 帮我拍个照 就给他看嘛 好笑嘛 你看你看你 你跟你老婆性格应该是正好相反的 你是那个特别闹 她应该是比较安静的那个人 看跟谁在一起吧 但是我 我感觉上是比较 而且我的职业是需要发放情绪 或者是宽乐 我也享受的 那可能 他比较 跟私底下 跟朋友 他就没有 他就比较酷一点 看起来 你就够酷 他还要酷 我够酷 我酷吗 你挺酷的 我觉得 真的吗 对 我可能 我很多时候给人家误会 其实我是很 在集中精神的时候 可能是 可能人家叫我 比如说 你试试看 你叫我 Eason 就可能会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 其实你还在你的那个情绪里 对 可能我在想一些 怎么怎么搞 那个那个那个东西 可能想音乐 还是怎么 想东西了 反正 然后 你叫我 我可能 就这样 不会说 Hello 真的很奇怪 对不对 如果是想东西 对 对 我不会了 都是酷酷的 明白了 对 你怎么跟他求婚的 我 我记忆不 我记忆不好 所以我就 我就想到他在一个 他生日的那天 就叫他的朋友 他喜欢看到的一些朋友 我们就吃个饭吧 反正生日 然后我就拿着一个 好奇怪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个玫瑰花形状的一个盒子 然后我就 吃饭吃饭吃饭 蛋糕推出来了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但是他的表情是 我就觉得 很奇怪的 我记得 你刚刚说浪漫的事情 就是这样 我想到了 我记得 我还刚进行没多久 然后他就 他喜欢狗 小狗 我们就买一只小狗吧 然后我就设计很久 就要订嘛 而且那个时候赚钱也赚的不是很多 然后我觉得 哇 两千多块 一只狗 小狗 我觉得好贵 两千多块 然后没关系 反正他开心就好了 那就等到 他3月7号生日 那我3月6号 而且那些小狗 可能要八个礼拜大 才能把他带回家的 要打针什么的 然后刚好遇到 就设计好 然后3月6号的11点多 就去拿那个狗 还跟那个店主说 可以不可以晚一点收工 那我们就拿回来 因为我不知道放哪里 也有可能跟他吃饭什么的 然后就拿一狗 绑着一个丝带 在一个小狗的脖子上面 然后我在门外 好 11点 58分 好 等两分钟 好 准备 12点好 叮咚 他开门 生日快乐 然后他的表情是 我说 你不是喜欢这个吗 这个是一个coker 那个叫coker是什么 我都coker啊 对 那我说你不是喜欢这个吗 你之前跟我去逛的时候 我留意到他喜欢coker 我喜欢是美国的 不是英国的 还分这么轻啊 没有 因为美国的是 是这样子的 英国呢 英国是常常比较像 那个金毛巡回券的 那种那种感觉 原来是我最喜欢英国 我也没有听清楚 他喜欢美国的 所以我就给他 我喜欢美国的 然后呢 那我就 那后来 那后来 所以你说浪漫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挺浪漫的 很浪漫 他还挺酷的 但那个狗呢 后来呢 后来他把我的家里 基本上 整个沙发都没有了 因为那个coker很皮很皮 而且后来没有时间跟他 相处 就寄养了 在另外一个朋友的家里 对 现在还在 现在很胖 现在好像拉床狗 对 你老婆这样的性格很可爱 我觉得 对 我欣赏他就是很直爽 他特别真实 他很真实 对 他没有说我好喜欢 然后心里想 我又不喜欢这种 对 对 不喜欢就不喜欢 对 对啊 我觉得真是很真实 很可爱 有某程度上会把我 因为做这一行是很 很多东西是很虚幻 很不会 很虚幻的那种 但是他把我拉到我真实去这样子 对啊 你这句话很浪漫你知道吗 他在台下听你唱歌会哭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真的 真的要问他 我 应该不会 他就那种 我可能很深情的 老婆什么的 他就 也不会像我啦 不会像我那种啦 就是 就可能没有什么表情的啦 对 然后我就 哇 와 哇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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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谁听谁的 都有吧 都有吧 都 对啊 其实都有 不像杂志 打杂志写的 说说他怎么什么 其实都 都是他帮我买衣服啊 祇后 你所有衣服都他帮你买吗 上台的部分 比如说现在这个就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喜欢这样穿 T恤牛仔裤或衬衫 他买的都是比较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品味不错 而且他穿的 就是一些比较 所谓high fashion 就是高档一点的 我觉得他很会挑 他不是说 整个同一个牌子就这样买 不会这样 他会很会这样 而且是他的兴趣 很有品味 我觉得他很有兴趣 对这方面 所以就 但是现在带孩子就比较忙 所以现在最近可能 如果看到我有失准的 平下是会跟他闹 跟他玩 比如说回家 女儿就他很有礼貌 我现在很感恩就是他很有礼貌 他说爸爸帮我脱鞋 哦 挺好 然后我就脱 然后妈妈通常会是 就从这边这样拉着 这样子嘛 我就会捏着这个 他的挖子这样子 然后 然后他就很开心 反正我是比较会闹的那个 但是我当他很不乖的时候 其实他真的算蛮乖的 他不乖的时候我就会 你眼神好厉害啊 就这样 他就很怕 他会看你的眼神吗 对 真的啊 他就知道 OK 好 做功课 哦 你会这样的 对 那平常 对啊 你给你女儿换过尿布吗 比较小的时候 他几个月大的时候 从他在医院出生之后 到可能三个月大的吧 两个三个月大的时候 之后就没有了 对 还有洗那个 那个池袋啊 期待 哦 期待 期待 对对对 你剪的 对对 而且我剪的 因为有点滑嘛 然后我又不知道 我就用这边剪 我剪的 还没剪断 就剪了两次 才剪断 真的啊 对 是什么感觉 剪那个期待的时候 嗯 有点 就不会说 哈哈哈 就不会剪彩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剪彩 还是觉得有点 因为是肉嘛 就 就没有那种特别神圣的感觉 各位 我现在是父亲了 嗯 没有耶 就 反正就 其实有点 可以害怕吗 好 剪吧 再剪一次 你老婆生的时候你就在旁边 握着她的手 很感动 也没有 因为她是 麻醉的 下半身麻醉这样子 生小孩 是开刀的 本来是自然生的 因为我们要避开 那些狗仔队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了 结果我们 清晨 五六四五点 这是他们最弱的时候 然后就 下面没车快走 赶紧升 对对对 然后就就 就赶紧就坐车到医院去 然后到医院大概等了好十几个小时 但是她还没到位 那个小朋友 结果就开刀就算了 就是baby 对 还没到位 因为其实 本来想自然生的 但是 就反正在医院了 而且那个传媒也不知道 我们已经到了那边 所以就 其实开刀比较 比较好 抱着小孩那一刻 是这种特别神奇的感觉吗 其实那个觉得 一块 一块 就其实有 就觉得 不知道 我不怕 我不怕 但是我就觉得很 因为可能 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 那个自然生的那个过程 自然生是那个 那种你知道吗 老婆 庄主 你知道吗 我因为 因为没有 就是没有经历那个 那个那么激动的 那个 就是 老婆是这样 然后 我在当DJ 给你放歌 我要放歌 我说你听什么歌 就听那个 什么 F.I.R的Lidia吧 我们的爱 我们的爱 她喜欢 那个时候她喜欢听 她就听 好不玩 下一首什么 然后那个医生在那边 然后她就 这样 她就对面 然后头是那个彭 然后她的头是这样 听 杨倩化的那个 小绳大士 对啊 然后听了三首歌之后 就结果出来了 第三首就是 我的明年今日 到底是你的孩子 必须要你的歌 她才出来 别人的歌她不出来 那你女儿 现在是你的歌迷吗 不知道 她平常听你的歌吗 她听Amy Winehouse 她这么 对 她也会 她会唱 真的 对 因为我太太都给她听这个 Mika 还有Mika Mika跟Amy Winehouse 大家都听 对 你没事给她放你的歌 你说听爸爸的歌很好听 她也会放 她 她 已经上那种 幼儿班 她在车上有听我的歌 她要求要听我的歌 有要求 但是她 有听我的 有听Amy Winehouse 对 哦 好可爱 一般说女儿还是像爸爸多一点 我觉得 鼻子像我 笑起来那个眼睛 嘴 其实还整个 整个感觉 下巴就像妈妈 像妈妈 一间间的 对 哇 那个时她一岁多而已 个子看起来还挺高的 对 她现在那么高了 哦 三岁半已经很高 对 那很高啊 那很高啊 对 很高啊 她会唱歌吗 会 会有有有有跳舞 有唱歌 有音乐天分吗 你觉得 她声音很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觉得她有天分 我觉得她有天分 因为我觉得当 做人是 做一个人 我觉得最享受的就是 可以有的选 有选择就好 哎 当爸爸以后 人的改变是很大很大的吗 呃 责任感大了 对 时间观念还没改到 哈哈哈哈 我从出道到现在还没准时过 但已经很 今天已经算是准时的了 你准时到一点半到了 对对对 没有现在真的因为 因为当当 可能当父亲之后 就越来越有责任感了 他们说你为女儿把烟戒了 游戏也不玩了 你可以了已经 呃 之前其实 其实是加起来的 不只是为了她 因为那个时候是她 每次亲她 靠近她的时候就觉得 哇好香啊 她的那个baby的味道 我就觉得自己很臭 很臭 那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 其实黑白灰那个专辑 我已经发觉自己的嗓子 开始有点太沙哑 嗯 而且那个时候工作量也挺多的 然后就觉得那个又不好 身体不好 嗓子不好 对 女儿就好像不好 然后还有说 就很多事情加起来 就觉得还是要试一下吧 结了 比如说去去市场 和有有烟的地方 我鼻子就开始流鼻涕 就就很很敏感 很过敏 已经开始很讨厌那个那个味道 衣服又很臭 已经完全是没有没有瘾了 那个是百害百害无一例的 你平常自己听自己的歌吗 呃会 对 你觉得你自己的歌好听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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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我觉得挺好听的 但是 但是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不一定是我来唱的 他就是好听啊 对 本身那个歌的旋律跟 呃 就是那么多年 其实很多音乐人都很很眷顾我 就写的很 写很多 很好的旋律给我 但你唱的还是很好 谢谢 哎呀我很怕你在北京开演唱会 现在还在 安排 希望可以真的该在 呃 可能奥运之后 希望有机会可以在北京开一个 哦 因为什么 就可以 反正这 因为这一期巡回 这一次的巡回演唱会 呃 是 跳舞为主的 叫moving on 就是moving 就是这个这个意思 你在上海的演唱会 对 你在上海的演唱会我正好错过 我其实那天在上海 我晚上而且没事 但第二天我才知道你在那开演唱会 哦 那没关系 你们起什么后也没人告诉我 哈哈 哎我想说说那个Eason的歌迷 我发现每个歌手歌迷都不一样 本来我以为Eason的歌迷跟我一样 都是婉约型的 发现你们不婉约 来秀一下你们的那个风格 Eason Eason 我的歌迷男的都比较高音的 哦是吗 我觉得如果 就是 我觉得很很厉害的 如果是一般歌迷 有和声的话就更厉害 哦 哎你练一下几声舞的那种 就是有可能前排是 Eason 然后中间跳 Eason 然后再浩语 Eason 然后男生就 Eason 应该会吗 哦 E 这样子我觉得应该蛮称赛的 但你对名字不太好喊 因为它都是 beat的那个吗 Eason 也是是吧 Eason 没有啊很好喊 蛮好喊的 它送给我的这獅子 路一直都在 这个歌很好听 这首歌 我觉得其实公司 我刚刚昨天才知道 其实他们蛮有心思的 设计到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好像那个舞台剧这样子 我觉得不错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有路的感觉 对对对很有心 你以后花点时间在北京呗 我也很想 我最喜欢吃这个尖椒土豆丝 我其实我 你知道其实做巡回最高兴的 其实就可以 你这么喜欢吃呢 你最喜欢吃尖椒土豆丝 没什么追求着 北京好吃的很多 也对了 但是那个就其他地方 吃不到的那种 那个风味 我特别喜欢这个 豆芝 豆芝他可能受不了 一般北京人都受不了 豆芝是什么 这种比较酸的一种 类似于像豆浆 但特别特别酸的那种 还有点点馊的那个味道 你叫豆芝 对豆芝 豆芝 对加个儿 豆芝 豆芝 对豆芝 豆芝 是豆芝你要加上咸菜 干嘛 干嘛 你叫豆芝 对 还要加什么 还要加胶圈 我都没吃过 还要加胶圈 胶圈就是一种炸过的 那种比较薄的那种饼 是吧 要加胶圈 还要加咸菜 这一般是早晨吃的早点 哦 诶 嗯 还要试试看 你们讲到那么 那么精彩 对对对对 好啊 胜菜我也很喜欢 好啊 我觉得今天 特别谢谢Eason 他最后还要给我们唱一首歌 爱情 专一 嗯 好啊 是 那架 seul 赢 是 想 什么 我 唯 我要 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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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